OK 那接下来的话 那再来的话呢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重点稍微叙述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 第一个先要统计历年来的那个 就是治安情况高低的状况 那当然这地方呢 我们会增加一个插入一个年的栏位 那这个年的栏位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 你用LAPT就可以了 那当然如果用LAPT的话 如果外面没有包Value 跟有包Value最后的差别 其实你可以看那个对齐方式 大家就可以看出 如果LAPT的话打勾 它应该是靠左对齐 那我前面讲过 如果靠左对齐的话 那通常这个资料呢一定是文字 OK这个地方很重要 因为我们大家眼睛看呢 其实文字跟数字 其实人的眼睛看是一样的 但是呢 电脑看就不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你在思考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也是很容易 到时候你在这个公式 还有城市的时候会发生错误 很容易发生错误的地方 那当然呢 以这一题来看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要统计什么 统计它里面的总 这种total数量 比如说我这个资料比较旧了 比如说是100年的有几个 110年几个 102年几个 103年 104年 当然不是说叫你用眼睛去算 而是说如果今天希望快速的 把这个数字快速的统计出来的话 那当然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是说 但这地方你不用value也OK 用value也OK 差别只有一个是数字 一个是文字 那因为要算数量的话 其实用文字可能相对会比 用数字来得好 那当然如果你要把这个数量统计出来 我们上礼拜有提到 用插入数纽分析表 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需求 那插入数纽分析表 其实蛮简单 就第一个先插入数纽分析表 它会帮你把这个范围先选起来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这个范围假如不对的话 你可以再去修改 但是理论上应该是会正确 只要你把游标是放在这个方法 不需要预先选取 因为它会自己帮你做选取 不过可能要特别注意一点 就是说你在做数纽分析的时候 这个资料 G&E一定要先检查一下 一定是正规的 正规的一个格式 所谓的正规格式 尽量上面是栏位名称 下面是资料 然后尽量不要用所谓的合并储存格 因为其实我发现很多人 很喜欢用合并储存格 但是合并储存格虽然用起来很方便 但是将来却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所以尽量还是不要用核并储存格 然后选完之后按确定 它就会帮我把它增加一个新的工作表 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增加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你原来的资料会是在左边 也就是它先帮你增加 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并且怎么样 放在前面 OK 然后我们原来的资料在这一边 如果说你要做统计分析 你就把年拉到年 年拉到列再拉到值 这样它就帮你算出来 那如果说你假设要统计哪几年的话 你可以把那几年 比如说不要的 我不要103这些都不要了 104到108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就显示出 我这个资料因为是比较旧的 这是之前的资料 所以跟我们后来抓的又不一样 所以当然最好是什么 抓最新的 OK 那如果你要把它画折线图 我们上一半还有提到 用那个枢纽分析图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折线图 有资料节点的这一个 然后可以把它画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历年的这个资料 就会可能就很快就绘制出来了 OK 那其他的话你可以再把这个标题修改 字的大小这边可以调整 比如说你要放大缩小 这边其实都可以让它放大 那底色可以调整 另外这个叫图例 这个图例的话 其实也可以把它拿掉 图例其实你可以从哪个地方找到 像设计里面这边也有 设计里面其实你会发现 这边其实就会有一些什么 一些配置 那这个配置的话 其中有一个就是叫做图例的 图例的话 所以将来如果说你要修改 这个图表里面的相关的设定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找一下 上面这边有个叫设计 那相关的像这个东西叫做图例 OK如果你要让它取消的话 你就选5 或者直接点它按delete也可以 其他还有像什么 像坐标轴 像坐标轴标题 像图表标题 像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 OK那资料标签 就上面要不要显示数字 如果要数字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设定它的标签 其他的话 甚至你还可以再加一个什么趋势线等等的 有点像是做那个回归分析 可以把那个线画出来 到底是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 这个其实都可以后续再加上去 其他还有像什么变更色彩 如果你这个颜色觉得不好看 没关系你也可以再变更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样式 你也可以做变更 OK 那这个的话呢 是上个礼拜 我们先讲到的这个有关年的部分 所以这边其实你可以再增加一个 所谓的那个年 历年的折线图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后来我们又讲了一个这个趋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地址的前面 加上所谓的趋的部分 然后再来的话增加路 趋的话比较简单 因为是从什么 从这个资料里面 取第几个字呢 取第四个字 所以大这个字 再第四个字 那要几个字 要三个字 所以你会发现MID 它主要就是要给三个资料 所以特别注意 MID的函数一定要很熟悉 因为MID用的非常多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要的资料通常会是在中间 而不会是在左右两侧 那也有可能在左右两侧 像这个是在刚好在左边 所以用在这 那因为它在中间 所以呢我们就用MID 可以把这个资料给取出来 还好刚好它规则都是 从第四个字取三个字 OK 那就有区 比较麻烦的是这个 路阶道 那这个路阶道 也是上个礼拜最难的部分 那也是同学最容易头痛的部分 那基本上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拆解来看 其实呢 我们可以分成三阶段 第一阶段的话呢 其实就是FINE FINE什么呢 FINE那个 这个这条路前面 比如说这个什么 辛亥路好了 辛亥路前面这个字应该 可能是哪个字呢 那当然我们分析出来 可能是零 可能是里 也可能是区 OK 所以有三种可能性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按照顺序 先找零找看看 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就再找里 找不到再找区 所以有三个可能性 所以如果假设我要完成 刚刚讲的 如果找不到的话 该怎么做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会配合IF-L IF-L这个 所以FINE加IF-L 然后最后的话 外面再包一个MID 那当然这个难度 其实还蛮高的 所以对同学来说 这个只要掌握一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什么 这个我把重点再... 因为这是上个礼拜最难的 那今天的话 我们除了要把这个公式做租来之外 另外的话要把它用VBA 把它再完成一次 所以待会的话 如果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VBA 要该怎么做 那另外最后的话 还可以加一个简单的爬虫 所谓简单的爬虫就是说 如果我这个资料经常更新 那更新我势必就要重新再来过 重新下载 可是如果我不想下载的话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爬虫 所以上个礼拜这个东西 那我把重点回顾 第一个就是前面的字 可能是零里区 所以我们可以先用插入什么 插入那个第一个用Find 所以你会发现 以后假如你要找的资料 刚好是在不确定的位置上面 但是是有一个固定的字 是开头的话 那我可以用Find 前面的字的话Find什么 我Find这个资料 然后去哪找什么 跟这一样应该是颠倒 这个应该是找零这个字 所以我们就可以先把零的这个字输入上去 然后去哪边找 去这边找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像这个是没有 所以往下找找看 有没有有零 这些都没有 新的资料好像 所以一定要找到有一个零 这边有 所以也许你可以先找 这一个 OK 这边是什么 一零 然后中 所以我们找到这个零这个字的下一个 就是它那个什么什么路的开头的字 那接下来如果找不到零的话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然后再插入用什么 用逻辑 逻辑里面用ifl 如果找不到 所以把这个公式贴上去 那理论上这个是没有Value错误 它实音应该OK 可是上面是Value错误就是错误 那怎么办呢 再去帮我找什么 所以在同样公式贴上 然后再去找什么 再去找理 OK 然后按确定 所以你会把它往上填满 看一下上面这些 有没有正确呢 有些是正确 但有些还是不正确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再去找什么 再去找区 有错误应该是 开头前面这个字 应该是区 所以再减下 减下不包含等号 然后再把它贴一次 所以一样用ifl 然后把它再贴 然后再改的话 底下再去找什么 区 所以fine把它复制贴过来 这边改成区就可以了 OK 这个小技巧 也就是说本来很复杂的公式 我是建议你可以分阶段做 不要一次做完 按确定 那这样往上 理论上应该这些都OK了 往下应该也OK了 这些都OK 然后往下填满 这些往下填满 全部都OK了 所以我们就已经知道说 那个路接到的前面那个字 那是在什么位置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后面这个路接到的位置 其实它可能是路 可能是接可能是到 所以我们其实跟这个公式逻辑一样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这个路 这个邻里区改的路接到 那就可以做切割了 切的方式其实把它剪下来 再利用什么 利用mid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用mid的函数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mid的函数 真的还蛮重要 然后把这个字要给它 地址里面哪个字开始呢 就是刚刚这个的位置 淋里区的位置 帮我加1 为什么加1 下一个字 OK 如果没有加1的话 那就从你 你那个路接到前面 这边就会多一个邻里区那不对 然后几个字呢 你可以把这个贴上 最难的地方就在这几个字 贴上之后的话呢 把邻里区改成路接到 然后再去减掉什么呢 减掉再贴一次 所以等于是要贴上两次 中间加减就可以了 然后记得把这个名称怎么样 分别把它改成叫路接 记得字不要打错 因为打错字后面就麻烦了 到 那所以这个规则的话 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地方 减的话就是按一个减 因为如果说你要移到 这个公式的最右边最左边 你可以按下那个home home的话是最前面 end的话是最右边 OK 头尾这样跳 那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公式 它其实给的那个格子太小了 所以我们再剪一下 然后贴上 这样就OK了 总共三个字 所以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路就切出来了 那全部底下的字也就出来了 那这个还蛮适合 将来就是说 你们在找那个开放资料里面 其实会遇到还蛮多的 在这种状况 也就是你要的资料呢 里面其实没有你要的资料 你要的资料 可能是在那个栏位里面的某部分 你要把它切出来的时候 当然呢 像区的话比较好切 可是像路接到就比较难切 OK 所以这个大概有时候 你可能在找资料的时候 恐怕还是要斟酌一下 好像之前我发现 同学花比较多资料 对 动机 像同学常常想说 第一个要想找什么资料 可是他发现 找的那个资料 太高难度了 所以他可能会 在找资料上面 花的时间 有的时候比那个 真的在实作上面 来的更花时间 OK 所以请各位先帮我把刚刚这个部分 再重点回顾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录制聚集 这个聚集的话比较简单 所以你们就是录一个 看什么呢 区跟录接道 就是把它一个清除 然后一个是把它产生 那这个的话呢 我想你们就自己录就好 因为这个比较简单一些 录制聚集部分 应该不太需要demo了 所以请各位自己把聚集部分完成 那等一下可能比较困难的 应该是这个VBA 那VBA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什么 把之前我们的年 跟区跟陆接道 分别清空 这些都清空 然后再写一个程式 分别再把它做输出 那这个地方呢 程式该如何撰写 当然理论上 最好是可以 甚至连制作折线图 也可以按一个按键 图就自动产生了 那当然更好 不过这个部分难度有点高 这个我想我们后面会再讲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先重点回顾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再来看 有关VBA的部分 那另外录制聚集 请各位就是自己 再把那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一样的工作表 然后呢 工作表名称呢 取名称也许叫做 就是聚集